先先正在观看本期视频的朋友肯定或多或少都接触过动作游戏 虽然如今传统动作游戏逐渐示威 但该类型的游戏依然还有不少爱好者 即使你不喜欢动作游戏 也一定听说过鬼气 战神 猎铁石魔女这三大动作游戏的名字 不过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款游戏 绝对称得上是动作游戏中的一朵奇葩 虽然这款游戏在刚发售的时候仅仅是一部半成品 但它凭倦着拳拳到肉的打击感 一脚就能把人踢飞的畅快感 以及令人哭笑不得的QTE系统收获了大量好评 而这款游戏的每一个动作更是可以拿来做成鬼畜 这款游戏正是由生化危机之父三上真思打造的PS2游戏神之手 我是喜欢碎碎念的黑猫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视频栏目怀旧灰狼 神之手发售于2006年 在此之前被称为生化之父的三上真思 因为生化4一直给其他平台就砍头的打脸言论 而被卡普空下放到四叶草工作室 并且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其新作的消息 也可能是被假方磨平了棱角 直到2006年一三展召开的前一个月 才有了三上真思与红霞乔依系列制作人 导夜敦志联手开发的PS2动作新作的消息 一般来说 动作游戏的剧情也很重要 比如战神系列就凭借着世神的剧情 让不少玩家成为了魁爷的粉丝 但是神之手就完全不一样了 游戏的剧情可以说是很迷惑 也很简单 我们的主角Kin 在一次与黑暗势力斗争的过程中 失去了自己宝贵的右手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她的右手再一次恢复了 并且在其右手寄宿着上帝的力量 之后就踏上了征战恶魔的道路 最后成功和女主角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走向人生巅峰 可以说本作的剧情简单 直白至极 除此之外 你根本无法判断游戏剧情的时代背景地点 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游戏可能是发生在西部世界 但之后出现的各种现代甚至未来要素 可能会将你对这游戏的时代背景的理解 直接击溃 其实在这个游戏中 剧情根本不重要 因为在本作中 玩家的目的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扮演主角Kid去捶爆敌人 战胜恶魔四大天王走向最后的上列 玩得爽就足够了 作为本作中最为核心的战斗系统 可以说神之手的打斗效果做得极为爽快 战斗节奏极快 每一场战斗都充满着变化 打击感更是强到爆棚 常常蹚的一脚就把敌人踢飞 撞到墙壁的时候 还会弹墙造成二次伤害 除此之外 实在是够高 与其说神之手是一款动作游戏 倒不如说它是一款搞笑游戏 游戏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着喜感 例如主角的移动 就是全程速度极快的小碎步 还有就是一些神之手技能 简直丧心并光令人发指 你见过主角专攻下三路的吗 巧了 本作就可以让你踢弹的踩脚趾 各种像反派才会用到的技能 这次全部都让你用个爽 而且动作极为夸张 每一场战斗都像是让人捧腹的搞笑视频 在游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全程乌鸦里 在捧腹大笑的同时 吹爆敌人也就完了 关于本作的搞笑部分 我觉得三上真思一定是认真的 游戏中的种种细节设计 全程离不开恶搞 比如对付男性敌人 就是用断死绝村脚 对付女性敌人 就是把他抱在怀里疯狂的打屁股 各种boss战 也有不同的QTE可以使出阴招 还有一些细节设定 也很是缺德 比如看H杂志和美少女小卡片 就可以恢复体力 你可以在这款游戏中 体验到这些知名游戏制作人的恶趣味 本作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可以自由编辑连续技能的设调 你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技能 然后通过排列组合 从而衍生出各种花里胡哨的连续技 由于游戏本身的动作系统就是很爽快 各种连招都会给人一种肆意发泄的快感 再加上本身难度并不算高 属于轻版动作游戏 结合自己编辑连段的设定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动作游戏的可玩性 让一个爽字贯穿全程 别习鬼系这种大佬 才能玩成黄牌空战的作品 我觉得还是这种 可以让玩家发泄情绪的游戏 更容易上手一些 神之手游戏中的敌人也是极具特色 就连杂兵的每一个类型 都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 像是在前期出境的胖子 竟然能在战斗中打瞌睡 直到主角清理掉其他敌人的时候 他才会悠悠醒来 之后孤军一人被主角花样吊打 游戏中还有两位哲学型boss 我觉得这游戏要是放到现在发生 那肯定会成为鬼术区的头牌 当然游戏中也有其他类型的boss 比如我记得还有一位女性boss 踢主角屁股的时候 更是显得女王范十足 可以满足各种玩家的需求 由于本作的开发成本并不高 所以在流程上会比较偏短 而且游戏的视角 也是许多玩家吐槽的点 强制追尾的视角 和生化危机4一样无法切换 如此一来 玩家就只能看到正面的敌人 而无法观测到后面的情况 可能三上 当时还没从声色的感觉走出来 严格来说 本作其实是一个半场品 它身为在PS2末期的游戏 画面网高了说 也就算个中游水平 如果与同期游戏对比的话 更是能被秒杀成渣 不过好在这款游戏 你一旦上手就绝对会沉迷其中 剧情画面 这些东西在神之手这里 没有那么重要 神之手这款游戏的代声 是因为四叶草工作室 制作大神这款游戏的销售滑铁炉 导致四叶草工作室 面临解体的可能 不过因为还有着合同在神的三上真思 要为卡普空载出一款游戏 也许可能大概不需要在意游戏的销量问题 游戏制作中 基本上就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完全做到了放飞自我 于是在动作游戏中 就出现了神之手这样的奇葩作品 这款游戏在当时的IJN评分 更是做到了反向拿高分的成就 以3.0分这样的优异成绩 完成了自己在IJN上的评分 可惜的是 做完这款奇葩游戏神之手之后 四叶草工作室就解散了 三上也就此离职 而且后来三上也曾明确表示过 这评分确实影响到了他的职业生涯 然而多年以后 IJN评选百大动作游戏里面 又将本作纳入其中 所以说媒体评分果然还是图一乐 而这也正说明 游戏本身已经得到了玩家的认可 总之 如果你最近闹游戏活 不知道该玩什么 不如来试试这款史上最奇葩的动作游戏 神之手 作为一款动作游戏 神之手营造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ACT的氛围 玩其他动作游戏 你可能会神经紧绷 为某个boss卡关而苦恼 但是在这里 你却可以完全放松自己 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你能体会到的只有快乐 说到底 其实我们玩游戏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如果你最近玩你了3A大作 不如换换口味 跟着我们一起来一次复古怀旧之旅 传播游戏文化共赏第九艺术 这里是喜欢碎碎念的黑猫 觉得还不粗的话 希望各位送上三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